那我们都是人生这段的过程 不应运在这个世界 我们想想一个旅行人 那虽然年轻是困难 但是如果我们人家说 疑惯的心态去民态 那老师有希望我们在库当中 不能去跟他生死当中去看头 那你出一条公平的路 那生死是要愉快乐 那是愉快乐 对吧 很多佩仑都给他剃头 那是去看 知道一切烦乐的乞业 但我知道一切烦乐的乞业是什么 我们的乞业 我们乞业是怎样乞业 你要注意 在一个家里面间 要愈向去 改战愈向去奉行 所以人生时刻是很体谅 是很开心 是我们生命是六个过程 我们需要机会 不过我们也不经历 因我们听一个口里 是一个口 你也知道我过去三十年前 我过去三十年后 那个口很低的 这样会好吗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过去 那些口都听得懂 那所以 所以 上菜主管人家说 我们一切都爱感恩 我们受到当中才会不会发败 有没有发败 没有发败 我们在发败当中 我们要怎么想完 一切都爱感恩 受到当中才会突然无意义的事情 还是会了 那也是给我们一切都爱感恩 因为这是上天做最大的拐转的结果 上天给我们拐转 怎么拐转 如果说一斩英格 打一百五斤 我们做十五斤的五斤 老师给我们打五十斤 像四十斤 四十五斤 那四十五斤要怎么做 我们就要无不斤的事情 我们就要去拐转 那你想说 你会怎么 本来大病变小病 这个过年人家说 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事情 我们才知道 不行 那你想说 我还会发败 那你想说 我还会发败 第三万台 一切都爱感恩 那你想说 我还会发败 那想说 我还会发败 那想说 我还会发败 那已经这么多 那过去还会跟我们做了一个事情 这些人要败人 要让表情 要败人 就是要败人 那些人没有败人 这些人没有败人 没有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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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重量的 我们做什么公共都没用 要效用 有些人要败人 第二 要败人 第二 懈恢 第二 这个万千 要败人 又要败人 我們只说 想败人 而我们的心 不是败人与败人 人家还不需要自己 託家的 希望败人 他就是要爱你的 爱你的生意 爱你的健康 爱你的生活的人 因为你就是败人 所以我们最主要说我们要受压的时候 在世处压的人 我们要做宝庭在世最快 不过在世压就说 你没有参会心也要把你接手很劣 所以主要是我们的神心宝参会心 所以在这个灵神时候 我们有期望 这收尾一切后来感恩 我们过去世就聚了多少 我们这世要来信仰 要有那个神心宝参会心想要信仰 这后来要如何援摩甘基 那选好像十分之 那你要援摩甘基 这世人生要像那些丁基同样 世事都要像丁基教同样 这个黑家仲跟我们这个女儿 他是一个职业骑士 那他跟我们说人生主既 这个人仲旧 十九位生十九位金额 我们都在当中 让核心出属一粒 留住不会 每一个三片都感动到 后一个结果 因为你在下这个危险 这个危险 下这个下去 有可能伤伤伤伤伤 你就输去了 那他在想的时候 他下这一棋的时候 他想了很久 输费 他的瞬间 那最近他赢了 有一个叫做许昊 他就是这样赢了世界极王伤伤 就只有免伤伤伤 那下的时候可以反拜为圣 那候选也是用下棋来跟大家讲 我一个三条都感动到后一个结果 那这都是我们的贵心的严谨 那这些严谨 因为什么人在这个网络 都知道他是什么人 是他这四人都把他的时间开队 因为说这个严谨 共同参照的摩尔 那九十四位是半导体